一定不要怂 出门就打 他只要敢跳我们就拍死他 把他变成小猫咪 你干啥呢 你在闪现什么东西你跟我说 你想闪现扑我然后我追你然后你再扑回来 你是不是当我傻呀兄弟 套上点盐了 套点盐我怕你吗 就是兵没太不好 我怕你 那麽的呀 走吧回家了 算了不回家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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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了 把他拉下 来了 这不然杀完他我们血命是有点无敌了 走回家 狮子狗 狮子狗如果要打上路 需要特别高的熟练度 这个英雄不是一般人拿一把两把就能玩得了 他跟我在这扯蛋 还玩那个狮子狗上单 这英雄玩 没有优势就相当于 少了个眼一点又没有 空也空不着 又也又不起来 虚蛆也没有 我 啥眼 EA 打半了 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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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要 再 A A加口 你真敢在塔下回城啊 给我下当了 没事,我们科学养猪 科学养狗 狮子狗 而且这波他还套了一个点盐 小亏150 还行吧 这眼我不躺了 等到上线 马拿宝 这边人给捏捕捕的 直接过来截住他啊 这边我们正好6 他不敢上线 记得把塔皮吃了 你打狮子狗就只能出门就打啊 要么你就别吃馅儿 只有他吃馅儿或者是你吃馅儿 你不打他,他就一直跳你 他跳你,他跳完就跑 这个英雄 没有没锁 只有硬壳 回家 什么时候给皮海啊 8分15秒 打一会儿吧 这卖了够不 够了 那我直接卖了吧 不,蓝键不要了 我们先搞他一个小三项 嗯 老虎到底会不会爬树 猫 猫 猫会爬树 老虎和狮的哪个会爬树 这边先不耍 我们没有大 先等一等 哦 啊 我跟老虎爬树 你没有会爬树 我不说 猫 是老虎的师傅没有教他爬树吗 我把他打开了 自学的行吗 现在他肯定不能那么大 继续碰他一手 往草里面插个眼儿吧 赏着他在草里面吃经验 这能异刀我 这经验能让你吃了吗 小伙子 你给我回来 完了兵先进塔了 白卡了 哎呀 没事 下边他没大没闪 我们等六秒大招把他杀了 你知道我这边突进距离有多远 嗯 套我点盐 套点盐没用 劝不了退 如何快速EA 你就E过去 哎呦 燕不就EA了吗 追肯定是追不死我们 回家 再把来个九头蛇吧 又又又又虚蛆 可以啊 可以啊 下一波我们要吃一些塔了 他现在就应该吃塔皮 一直吃 吃的塔皮越多越好 他现在不吃塔皮 一会儿塔皮没了 他就很晚 反正他都死了这么多把了 让自己发育起来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小破艾克尔让他来 他已经把打不了用了 你先打我们吃了 一千七百五刚好够 哎呦啊 一千七百五刚好够 哎呦啊 我打不了一手 我打不了一手 跳弹 哎呦 太追啊 哎呦 追不上 跳的距离都不够 来开眼 给我打他 一也打不完溜 他已经有点绳子不行了 点盐都套错了 我觉得这红霸火 是应该我们拿一手 确实应该我们拿一手 说实话 你一个开眼 要这个红有什么用 你又不挨眼 对不对 这确实应该我们拿 没毛病啊 并且这都十四分钟了 也该给我们了 赛老师教的 不够笑 走下路约魂 他啊 真的开大约 就完事了 减速 这小炮是真能耗 这光头怎么跑打下来了呢 今天这小炮不死肯定是不行 狮子狗开大了 我们打一下艾克 可以狮子狗死了 中单是塞拉斯 咋这么 没有存在感 这塞拉斯 存在感有点低 不能上 这不我刚想上一刹光头 但我引入了 我看见他后边有个艾克 刘哥怎么回事 刘哥我没抱头 先杀小炮啊 漂亮 咋的那狮子狗 应该杀小炮不杀那狮子狗 那狮子狗不值钱没用 一点用没有 把这个卖了 我们来个皮牌 水银牌 其实这波AD根本不用闪现 因为那狮子狗肯定是追不上他 让我看看 光头为什么装备 别杀狮子狗啊 我们有九头蛇 打个杀狗啊 打个杀狼 再打一个蛤马 打完蛤马 打完蛤马我们再打个蟹 打完蟹我们再打个F6 打完F6我们再打个石头银 打完 打完蛤马我们再收个红 紫药啊算了吧 收完红我们再收一门上路的线 我得A人啊 感谢白药健康的两个大火箭 谢谢谢谢 谢谢白药健康的两个大火箭 这是谁啊 这是云南白药吧 云南白药我知道啊 你哥们追他 这也不R回来呀 吓我一跳 我以为云南白药呢 是云南白药啊 那还能有谁 你知道 也就云南白药能如此大气 我上海了 我上海了 你以为云南白药能如此大人 我上海了 你以为云南白药能如此大人 牛头说建议给他呀 EQR闪现,DWJK,这100块钱啊 大光头挺狂啊,大光头,A,DW,A,AJK 杀狗,我正好一个KR打了一个520 打那狮子狗身上 520 连我的棍子打在他的身上都是爱他的样子 死这个,我死这个 我是多么的爱你 这也拆不下来呀 不让拆呀 我们家的牛头确实挺有意思 不能,杀不了了 这是没办法,确实没办法